嗨 嗨 嗨 大家好 我今天想跟大家分享一个比较特别的主题 这个主题就是居家拖鞋时尚穿搭挑战 那这个主题的灵感是来自于我之前的那一期平价鞋的穿搭 在最后我出现了两双比较恶搞的居家拖鞋 那我就在思考说难道居家拖鞋就不能穿出时尚感吗 所以就有了今天这个视频 我今天精心的准备了三双居家拖鞋 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三双居家拖鞋的时尚穿搭 首先第一双出产的就是这一双 这一双是一双深蓝色的塑料拖鞋 价格我如果没记错的话应该是13块人民币左右 那这一双鞋子它的材质是比较软的 它的号码是40到41 那在家里穿的话会觉得非常舒服 而且它这个脚非常宽 对于宽脚的人来说非常友好 像我这种人就非常友好 而且这双鞋子也非常的软 穿得很舒服 而且它还防水 如果你去洗澡的时候也可以穿着这双鞋子 价格才13块钱 是不是觉得很划算 那这双鞋子的话 现在大家可能可以看到一些时尚品牌 也出了类似的鞋子 比如说巴黎世家等等等等 都有看到这样的款式的鞋子 那价格当然是不便宜的 也要两三千左右吧 那这双鞋子才十几块 算是值回票价 这双居家拖鞋我搭配了好几个look 那下面大家尽情的嘲笑吧 这双鞋子 那看完了穿搭 我今天来总结一下这双鞋子的穿搭 这双鞋子在三双鞋子之中 是难度最低的一双 我忘了说为什么只有一只 因为还有一只 我刚才不知道踢到哪里去了 所以只有它一直出场 它可以搭配裙装 也可以搭配裤装 它可以跟很优雅很女人的衣服搭配 也可以跟很酷很绅士的衣服搭配 而且这双鞋子我觉得是男女通吃 男生也可以穿 虽然说我个人平时不太喜欢 这样风格的鞋子 但是不得不说这双鞋子 真的是今天最百搭的一双 它是可以穿到外面去的 如果说你买了一双奢侈品的这样类型的鞋子 你可能会觉得下雨天穿去外面会有一点不方便 因为奢侈品的鞋子都是真皮底的 下雨天穿出去比较不耐穿 像这样的塑料鞋穿出去又有时尚感又很耐穿 为什么不买一双呢 才13块是吧 今天要挑战的第二双鞋子就是这一双 这双鞋子大家如果有看过我之前那个平价鞋分享的视频 一定会有印象 这双鞋子是最后压轴出场的 它真的是非常平价的一双鞋子 我记得大概可能是批发价不到10块钱一双吧 是真正的平价鞋 那这双鞋的话它的颜色是天蓝色更深一点的蓝色 上面还有一颗钻石可谓是豪华版的居家拖鞋了 然后它这上面还有一些雕花镂孔 可以说是比较用心的一个设计了 它的鞋底上还有格子的设计 大概是繁华的这样的一个设计 不到10块钱的拖鞋能有这样子用心的设计 我觉得真的非常棒 比很多奢侈品鞋还要用心 那这双鞋子可以说是不大好看 我个人是觉得非常的臭 这种鞋子应该没有人会穿到外面去 那为了挑战一下 我今天也特别就是搭配了几套衣服 大家一起来嘲笑我吧 现在看完了这几个look 那我来总结一下这个搭配吧 那这双鞋子可以说真的是非常难搭 它几乎是没有什么时尚感 不像刚才那双深蓝色的还有一定的时尚感 那这双鞋子其实 这双鞋子如果你穿出去可以说是非常多人会觉得很土 而且在上班穿的它也不是很方便 如果你要去楼下打加油的话 倒是可以穿这个下去 那这双鞋子它由于颜色款式的局限性 那它可能在搭配上只能搭配一些相同色系 或者一些壮色的一些衣服 这双鞋子它只能搭配一些比较女性化的衣服 如果你穿的比较中性的话 大家这双鞋子会非常的不协调 所以它是有一定的局限性 它今天出场的最后一双鞋子 就是搭配难度系数最高的一双鞋子 就是这一双 这一双是一个饱和度没那么高的大红色吧 这些鞋子我觉得很奇怪 为什么做的红不红红粉的 然后它也是一个豪华版的香钻 跟刚才那一双蓝色的是同款 只是颜色换了一下而已 那下面我们就一起来看这双鞋子的搭配吧 那我现在总结一下这双鞋子 这双鞋子真的很难搭 怎么搭怎么丑 那这双鞋子因为是颜色的问题 所以特别难搭 那我在一整身衣服里面 也是搭配了一些有同色系的服装 就勉强可以看一看 这双鞋子可以说是非常难撞色的 如果你穿着一身绿色的衣服搭配这双鞋子 就是有一种非常土气的感觉 所以这双鞋子就只能这么搭了 好了那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如果大家喜欢我的视频 请点击订阅哦 下次再见